有收到有人問我說picking是怎麼一回事 那首先我想先就是破解大家一個迷思 就是不是只有電吉他才會用pick 也不是木吉他pick就一定要用軟的 就是我講一個老實話 你看到大師基本上pick都會用的 大師們用的pick都會有一定的硬度存在 當然錄音的時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你可以分軌去錄很多東西 然後可以明天錄這一段 後天錄下一段你可以分開的處理 所以他可以做到比較細膩的狀態 你可以在錄音的時候去選擇各種pick的size 或是pick的材質 然後pick的狀態去做使用 但是通常我們在現場演奏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遇到你這一段要彈solo 然後下一段你要彈伴奏 然後下一段你要幹嘛 但是你不可能說我要換段落彈的 然後等我一下我換個pick 不可能沒有人等你 所以在綜合的狀況下 你看到現場大師們選擇用厚一點的 會贊多數啦 當然不是絕對 但是你們可以自己去評估去衡量 pick的操作上面的話 大家就可以去練習交替波弦 確實在很多狀況下 他會是非常好的結果 那我基於一個原因 我也會特別推薦大家練交替波弦 就是節奏的狀況 因為如果用交替波弦的話 他會很固定到哪一個拍點 你就要做下波或上波的動作 所以他會讓你的動作變得很固定 那也因為這個固定 你會很容易呆在同樣的動作狀態裡面 那也就是說同樣的動作狀態就一直做 那你的拍子不就在這邊了嗎 所以他會很容易利用這個動作的狀態 帶入你引導你去感受節奏的狀態到底是什麼 所以比起你一直變一直變 然後你抓不到節拍 那倒不如花一點時間練交替波弦 那好處相對來說多很多 所以像大家比較容易入門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可以練習十六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就一拍我們有四個位置嘛 那第一個位置跟第三個位置 我們就用下波 第二第四就用上波 那這個意思是 不論你實際上有沒有彈到 你都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即使是休止符的狀態 你就要去判斷哪一下是有彈奏 哪一下沒彈奏 有彈奏你就要讓你的動作做出來去碰到弦 沒彈奏你的動作一樣也要做出來 但是要做假動作 所以假設現在有一個拍子 你判斷他是十六分音符 第二個第三個位置要彈 也就是以跟m的位置要彈的話 第一個第四個也就是one跟2要休息的話 你的動作就會是假動作 然後上然後下然後假動作 所以你就會發現只要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光看我的動作 你都會知道拍子大概到哪裡 所以他會是一個很方便的狀況 那再假設下一個 假設我們的拍子變來變去好了 第一個拍子是23 第二個拍子是14 第三個拍子是12 第四個拍子是34 這樣好像很亂對不對 但是你會看到 我只要照著交替剝弦的規則跟概念下去做動作的話 第一拍 1234 第二拍 2234 第三拍 3234 第四拍 你都是照著規則做 而且你做下來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會很容易在狀況裡面 你只要去評估好去判斷好 現在到底在第幾個等份 然後他有沒有要彈 你的手都一樣這樣做 你的手到底在第幾個等份的時候 要碰到弦 你只要判斷好這一個 然後就一直做 你就會在拍子裡面 所以像剛剛那個節拍 如果順暢的彈奏的話 他就會長這樣子 1 1 2 1 2 3 2 4 1 有沒有 你就會發現我的手 都一直在做這個動作 他就可以幫助我 引導我在 節奏的狀況裡面 這樣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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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